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修辞令 说话要注意 其颜色 讲究神态表情 正仪容 修饰仪表 什么是仪表 仪表者外观也 修饰仪表既要有具体部位 更要有总体要求 我想首先要谈谈修饰仪表 对服务礼上面讲的总体要求 当然总体要求有三 第一 庄重 第二 简洁 第三 大方 首先是要庄重 服务行业 你提供的是优质的服务 是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的要求 是训练有素的服务技能 而不是别的 对 说你要大方 你要庄重 你不庄重不大方 有时候会出问题 有一次到一家酒店用餐 别人跟我介绍说 这家酒店的菜肴非常有特色 我一个缺点比较好吃 认为行万里路 吃万家食是人生一大乐趣 所以人家凡是告诉我 什么地方好吃 我都有机会的话 有时间我要去比较比较 那天去啊 到门口停车 停车场不错 店外观很好 一进门把我吓一跳 为什么 那女孩子她很漂亮 倒没错 服务生 因为原他们南方叫刺客 叫领座的 但是穿着一副超低空 化验装 我当时感觉 误入某些非法场所 咱也算见过点市面的人 但是看到他们几位小姐 那个德行 不怕你笑话 我漏慌而头 那我觉得那个地方 不像我们这种人 该去的地方 好像黑店 后来问了我 没错就是那家店 但是我到现在不明白 你餐馆为什么要 打扮的那样的服务生 不如庄重 和自己的身份有所脱离了 和服务工作的性质 不像我 不庄重 其次是要简洁 你可以化妆 你可以穿一些 有特色的制服 你也可以规范自己的举止行为 你可以戴首饰 但是要简洁 不简洁有时候不能不累 是吧 有一次到一家酒店去看到一个服务小姐 戴耳环 戴酒恋 我当时就说了一条 我说这个不是正规的星期宾馆 正规的星期宾馆你去看 女孩子讲究的话 没有戴耳环呢 是吧 实际上强调女性魅力的重要手势之一 就是耳环 环配摇曳 在我们国内说实话 这个规范服务做的比较好的 民航的空城 是吧 你看那个民航小姐 戴耳环者罕见 戴耳环你走路 你不太摇曳 它会晃 它会飘 等于告诉周围的人瞧一瞧 看一看 我来了 是吧 你分散革命注意力 是吧 对 所以要简洁是非常重要的 再者是要大方 不能小气 是吧 你宁肯不穿制服 穿制服就都不能 破破那那乌啦啦 是吧 这也是个形象 也是个包装的问题 所以仪表的基本要求 我们强调的是 庄重 简洁 大方 仪表的基本要求 我们强调的是 庄重 简洁 大方 这是修饰的总体要求 当然总体要求 在操作中有具体表现 那您说 就是说它的具体表现 在我们工作中 我们应该着重地注意 我们哪方面的修饰 才能给人留下 很好的第一印象呢 对 这个问题 我们实际上就谈到 仪表是什么 修饰仪表 重点在哪里的问题 是吧 仪表者外观 我坐在这里 你站在那里 一个人的仪表就是他外观给别人的感觉 但是外观它有重点 比如我们说一个女孩漂亮不漂亮 说一个男孩帅不帅 你说你看哪 说一个女孩漂亮不漂亮 我说个实话是讲的脸啊 对 是吧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某一个明星 比如在我眼里 那个港台的有些明星像李嘉欣 我们大陆一些明星像张子怡 赵薇都很漂亮 女孩子很漂亮 你说张子怡也好 你说李嘉欣也好 他漂亮在哪里 脸呀 不可能说他第三个小脚直痛 是啊 也不可能说他膝盖后面那块扒漂亮 你有毛病啊你 你不合常规样 所以一个人的一表实际上严格讲 他最重要的在服务行业是三块 面部 发部 头发 其实面部和发部加的一块是头部 再者是手部 因为服务行业提供手是比较多的 你不可能跟指方向 你一般是这边请 那边请 你不可能伸脚丫子呀 你要把它放倒 是吧 那不可能啊 实际上我们讲的修饰仪表 重点在面部 在发部 在手部 这是我们讲的修饰的重要步骤 女孩子在修饰面部的时候 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们现在就很模糊 那么我们在讲到具体修饰一个服务人员的仪表的时候 我首先强调 总体要求 我们已经强调了 庄重 简洁 大康 具体来讲它有要求 男女有别 比如我们一般来讲 修饰面部 从共性的角度来讲 恐怕有这几个点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 无异物 就是说你的外观上面 没有一些不应该存在的东西 比如 眼角没有岩石 鼻孔没有分泌物 牙齿之中没有那种残留的食物 那进而言之你耳孔还恐怕没有耳屎呢 这很重要的 虽然一般人不可能有 但是万一有点比较麻烦 比如那个肩膀上有梳头时留下来的残发 有发现 这就更麻烦了 还有人当众给你操作 操手 雪花飘飘落下来 天啊 其实你要从仪表修饰是有讲究的 比如一个严格的服务人员 上班的时候穿衣服 有一个规范的程序 你注意过没有 比如我现在给你打个比方 你现在要穿衣服 我们具体来讲 比如你要穿衬衣 你要穿裙子 你要穿外套 你注意它的程序是先穿谁 后穿谁的吗 我觉得应该是先穿衬衣 穿上衬衣以后再穿裙子 穿完裙子以后再把外套套上 那你要梳头的话 你是在哪个环节呢 是穿好的之后去梳头呢 还是理论上讲 没有外人的在场的话 我是先整完了这个事再穿衣服 我觉得应该是在穿衣服之前梳头吧 头发整好了以后 你讲的其实有点技术性问题 你讲的用我的话来讲不专业 专业应该是怎么样呢 洗了澡之后准备上班的时候 我是闲穿衬衫和裙衬 完了以后我化妆梳头发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样的话我呢有发泄掉下来 我有残发掉下来 就不会引人瞩目了 你明白吗 你现在穿深色外套 你再一梳头发 你想想雪花飘飘落满肩啊 是 它实际上是有个程序的问题 所以这个面部修士 首先讲的是无异物 其次我们强调无异想 这是非常重要的仪表 就是你当众那话 不能体内发出声响 比如不能当众请你废弃物 是吧 有人干这个事 对 是吧 还有的时候有些问题呢 比如我们有的东西不是你想干的 但是你挡不住 比如你 肚子饿了 肚子饿了 对 说实话你别说跟外人在一起 你跟老公在一起 跟太太在一起 跟女朋友男朋友在一起 肚子里咕咕咕咕响也可能是吧 很丢面是吧 还有的东西你想按住都按不住 比如排气生 排气者放屁 是吧 当然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 包括我和你在内 我们不至于有那个胆量 当众来个汉天雷 好像不至于我们 又不是孩子 不会干这个事 但是怕就怕 该办的时候你要办 你又办不了 你就偷着办 有人不来汉天雷 来个年坏年坏 此时无声胜有声 更可恶啊 我刚谈恋爱 我和女朋友一块去选购首饰 服务小姐在那导购 她我们三人站一起 这时候一股臭气 突然崛起 你说归谁啊 我又不能说不是俺干的 我说不是俺干的 他们两个小姐很没有面子 但是你要不说这个东西是谁啊 互相采成才见 说实话我哪怕女朋友 老婆长得再漂亮 这个 她要当做干这个事 我也很不爽啊 对啊 所以这个你恐怕要注意 首先你要明白不要发出声音 其次万一需要发出声音 是不是暂时离开 是吧 你管天管地管不着那个东西 那有的时候你要排气 你可以你稍微退远点干这个事 这别干年坏年坏的 万一有时候扛不住 万一有响声了 承认招了 不好意思说一声 别让大家互相采解 这个也是情有可原 是吧 我也可能办这个事 我也干过 说实话 但不能在别人面前干 这是教养 否则还影响人际关系呢 是吧 你说实话 我在这买东西本来很优雅的 喷着香粪的 突然闻着臭味我撤不撤 你不撤咱撤 肯定 是吧 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我们来讲呢 就是面部要没有创破 没有创伤 是吧 这个严格讲 你上班的时候 这个什么轻伤不下火线 重伤不进医院 这种说法 其实未必符合 现在服务行业的要求 是吧 你摔了一跤 你脸上有一个巴拉 正在流血 或者肩着剪 或者其他地方有点残破 这个东西干什么别人看得好怀疑你 是吧 你贴一高药 你弄一窗可贴 你扎一绷带 你伤兵 这恐怕也损害我们 殿堂形象和企业形象 这个不可以 最后一个恐怕 你要注意一些 面部的毛发的修饰 比如严格讲 这个对男性问题比较大 我刚才讲的 一个是宏观要求 刚才讲的都是宏观要求 有一些微观要求 男女有别 比如我们经常跟男同事 两个方面的忠告 第一 注意胡须 第二 注意鼻毛 我在讲服务理事 我强调过呀 一个有教养的男性 要养成成年以后 定期修剪鼻毛的习惯 因为男人到一定年龄 特别当了老爸之后 他鼻毛会加速度 女孩子鼻毛长出来 鼻孔的很少 男人往往会犯这种问题 本来力远看你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服饰高档也很佩服你的 走近之后发现你一左鼻毛 在鼻孔之外 随风飘摇 像小刷子一样 甚至随风晃悠 花枝招展 恶心不恶心啊 搞不好上面还有BD猪 是吧 不行啊 还有一个叫胡须 严格的讲 服务行业的一个岗位规范 不叙叙 没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 不留胡子 两个原因 第一个 其实留胡子的人往往是有地位的人 年龄大了当爷爷的 或者在公司里当领导当老板 或者有特殊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 特殊宗教信仰民族习惯 我们不论我们尊重它 少是民族地区你有这样的习惯 你尽可如此 但是一巴而论 你是服务 你是为别人工作 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服务也是问题 你为别人工作 你还显得比他威风 你还要白谱 你还显得你是老大 你也冒充长辈 你不合适啊 另外我也想说个实话 一巴而论 在工作岗位上喜欢叙叙 给别人看的人 往往有那种 索然广和 不合群 个性比较强的感觉 比较另类 突出自己 对对 想让别人注意自己 标新利益与众不同罢了 我很想给我们喜欢留胡子的 各位先生一个忠告啊 如果你度假 你尽管去留 否则工作岗位是按照规范来讲 不合适 说个白了 不好看 不相信您可以找周围的女士去问问 如果这个女士直言不会的话 当然这个女士不能是你女朋友 那女朋友她爱屋即屋 你长一个疤 她又说是一朵花 那不好说 而且人家不敢说真话 严格地讲 一个男性的形象怎样不被女性接受呢 我在讲服务礼仪 讲社交礼仪都强调过 不被接受的男性的形象 最重要的形象 不干净 不干净 留胡子往往给别人拉里拉他不干净的感觉 说个不好听的话 我们自己人讲自己话 长胡子不是我们中国男性的长相 特别汉族 我满足也是 长胡子不是我们长相 你这辈子想找到马克思的那个水平 没戏 你咬牙切直攒出来 三羊胡子一小撮 可怜兮兮 他变成小伙子有时候被女朋友骗 那女孩子现在对男人要求高啊 他说你嘴上没毛 半事不牢 我们有小伙子上当了 采用物理手段 刮拔拽掐掏 整出几根 好似胎毛又如鼠须 一看就没展开 脏兮兮可怜兮兮 不成熟 所以严格讲是不好看的 所以面部修饰 我们一般强调这样几个点 您刚才说了 就是男性在面部的 比较重要的就是毛发 那还有一个毛发 就是女性的一个头发 对 我觉得实际上你讲的头发的问题 你刚才强调 头发的问题呢 我想接下来讲 头发的问题 其实我讲的面部修饰也好 整体预表修饰也好 我讲三个部分 第一是面部 第二是发部 是发部 头发修饰它有共性又有个性 首先我们讲讲共性 共性有三 第一 无异味 头发不能有怪味 正常人都有头发的 头发这个你要长时间不剪不洗 不仅杂草重生 外观不结 而且会产生异味 人家走进你之后 在服务距离之内闻上你浑身 嗖味 而且一些人 比如女性她有些特殊生理周期 这本身体味就比较重 不好 不干净 不整洁的感觉 所以第一个关于头发修饰 我们强调无异味 第二个点跟面部一样 无异物 发泄的问题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 第三我们强调 不染彩色发 不染彩色发 现在时尚一族的做法 是要染彩发 我有次坐飞机 我前面坐一个小姐 我好妒忌她呀 她头发七种颜色 所以一个老外告诉我 是Cooktail 说她是鸡尾 事成黄绿青篮子 我记得我们做节目之前 我也专门问过你 我说你是不是彩发 你告诉我 你说自然如此 我就不远强你了 否则我会要要求你 强迫你 威胁你 你自然我就不好说什么了 因为严格讲 服务是讲庄重 是讲简洁的 是为别人工作的 说个不好听的话 你打扮的比你服务对象还漂亮 你给别人什么感觉 谁伺候谁 谁为谁服务 你不是跟他比 我比你更美 而是要使他美 你不太美 说个不好听的话 是衬托 是衬托 是服务 是配角 不能宣宾多主 所以不然彩色发 这唯一的例外 把花白的头发染黑 是允许的 否则一般不染彩色发 不是你愿不愿意 是岗位要求 当然休闲度假过周末 你临时过个夜 你随意 我还真不知道 在服务行业还不允许然采发 那就说也就说 倒不一定说是每个人都这样 比如我要是美发的 我美发厅的 我是化妆师 我大可如此 这是我职业广告 宣传自己 我可以宣传自己 我突出自己的特征 但是一般而论 像酒店 商场 银行 保险公司 乃至政府机关 特别是政府机关 一些执法部门 像警察 工商 税务 他们穿制服的 他们能让采发吗 你想一想 要我们的警官穿制服时 染上采发 成何体统 太不协调了 庄严何在 不合适 此外我们讲到 头发修饰的 还有第四个点 是强调 头发长短时重 长短时重 要剪头发 剪头发要有一个 长度的要求 不能乱来 你就说 是符合自己的标准呢 还是有一个 大众的标准 男女有别 男女有别 一般来讲 对男性头发 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长短有要求 最短不得为零 不能整光 你不是收破烂的 不是卖西瓜的 不是少林寺 来的出家人 是吧 第二呢 你不能过长 长短时重 短时不得为零 长一般不长于七厘米 七厘米大约也就是这么长 七厘米是什么意思 七厘米长不是说你非要搞到七厘米 但最长不长于七厘米 那我的意思要说清楚啊 上次一个老兄问我 他拿着尺子来了 他说是不是6.9 pass 7.1 cut 6.9就过了7.1就剪 我说你理解错误 我实际上是讲三个指标 前发不复额 前面头发不能挡住额头 不能搞刘海 侧发不掩耳 两侧头发不能挡住耳头 因为你不是奔客 后发不吉领 后面头发不碰到衬衫的衣领 因为我们一般工作岗位穿白衬衫 后发吉领你衬衫衫 是吧 刘长发男人是有的 但那都是特殊人士 个性隐心求心 我经常讲他们不是一般人 比如琪琪 人家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 我们是人 这是常人和凡人之别 明人和凡人之别 你要搞清楚 女性也是 女性严格讲最短不得为零 这个不讨论的 女性她不治愈 不会 是吧 她不是出家人 常者一般不常于肩部 肩部 那我的头发 你这个可以 你这个可以 你没有太过去 所以实际上 如果你在服务行业工作的话 你这个头发 你要做技术性处理 要竖发竖起来 要盘发 要盘起来 要变发 要顽发 左而言之不能散开 第一 它影响你操作 你是一个茶社的服务生 你为客人侦查到水 你低头 头发下来怎么办 你手还碰不碰 碰到之后 你还怎么拿茶具 歪你头发 吹落其中一只 你喝那个茶 还是别人喝 梁大带是头发长 是吧 对 截而言之呢 也会给别人个感觉 过分张扬自己 性别魅力 一头飘逸的长发 是年轻女人的一个体表 我刚才讲了 你工作岗位提供的是爱岗 敬业的精神 是训练有素的技能 而不是魅力 你留一头皮肩长发 你不把它变上 书上 晚上 你这随意散着 你跟别人说话 一地头 一股凉风吹来 或者很自然动作 你一晃哟 你一晃哟 这个女人一头皮肥的长话 随风 哎晃了 会使附近的某个兄弟晕菜 那叫搔手弄撕 搞不好人家说 你是不正当竞争手段 是 那你说我们 就是您刚才提到了 在服务行业中 更重要的是一个双手 因为和服务对象 经常要用手去交流 对啊 那你说手是不是 在这三个钟 也具有了很重要的作用 对 手部修饰呢 也是我们非常要 考虑的一个问题 不考虑这个问题 比较麻烦的 你像我们现在 可以看一个电视卡动片 其实修饰这个手部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 大体来讲 有这样几个问题 修饰手部 修饰手部 第一个要求啊 手部要清洁 手要洗 有精油啊 有油垢啊 有木水啊 或者有其他色彩 污浊之后不好 是吧 第二 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事具体服务行业的人 除非是美容美发者之外 不画彩色指甲 不涂甲彩 不一定是红指甲 绿指甲 蓝指甲也不来啊 更不做那种 假惠 假惠 是吧 除非你是美容美发的 因为这个有那种 过分的修饰自己 定位不准的感觉 我们讲你是做工作 简洁大方 第三个脸来讲呢 就是要注意 手部没有 窗破 窗伤 你打着绷带 你涂着红拱子药水 你弄俩窗可贴 你再撒一个绷带 你是残兵败将 而且你要销售食品的话 你这个手上长了窗 长了疙瘩 哪怕是个蚊子咬的 鬼知道它是蚊子咬的 你也不可能讲 蚊子咬的放心吧 越说别人越不放心 不好 这样你要临时 恐怕要回避了 最后手指甲的长度 你要注意 手指甲的长度 你要注意 是吧 不能够过短 过短你不方便 当然你也不能太长 是吧 这个长短要十度 你像一个男人 你要像男人 你这个指甲就不能太长 那我刚才讲200先生 留一长指甲 跟别人做手势时 要做兰花状 讨厌 那哪是男人 对 是吧 那哪是男人 他不是男人 指甲长他有要求 一般来讲不长于指甲 指甲 不长于指甲 这是对男士的要求 对吗 男女恐怕都是如此 长于指甲的话 你这些太长 就容易有甲构 直接不能有脏东西 是吧 你特别从事具体工作 很麻烦 而且有时候不方便 是吧 手指实在长 没什么作用 除了抓痒痒 掐人之外 没什么作用 是吧 所以不合适 关于手部修饰 您刚才提到了 男女有别啊 就说 现在在服务行业中 很多女生 女孩都爱化妆 那你说 您对于这个现象 您觉得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呢 严格地讲 在服务岗位上 有一个基本的 仪表修饰的规范 就是化妆上岗 淡妆上岗 应该就是 岗位要求 不是你服务人员 爱不爱化妆 是岗位要求 是对女性服务人员的 岗位要求 当然有些职业 好像不大适宜化妆 也轻有可原 但一般而论 这是一个岗位要求 属于岗位规范 是人人皆需如此的 这一点要强调 看来也就是说 是对尊重别人 也是尊重自己 是不是化淡妆的时候 对 化妆 这是有三个作用 第一 体现我们服务人员的 整齐化一 一个人化妆不重要 大家化妆 大家都化短妆 实际上是我们 另行禁止 规范服务 规范服务一个标志 第二 化妆是一种自尊自爱 在工作岗位上化妆 是对自己 自我的一种尊重 同时也是 爱港敬业的标志 是对服务人员 对我们服务对象的一种尊重 服务人员对服务对象的一种尊重 下面我就想问一个我们女孩子特别关注的问题 就是我们化妆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现在我们有好多化妆比较盲目 只是觉得自己漂亮就好 就不知道应该是哪些地方引起自己的重视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从服务理这个层面来讲 我们服务人员在服务岗位上化妆 恐怕总体来讲以下四个点是要注意的 第一个点要注意的是要自然 什么叫淡妆 我已经强调多次 所谓淡妆是自然而然没有明显的痕迹 给病人天然如此自然美丽的感觉 不要标心立意 不要太另类 比如我曾经见过一个小姐 你走近之后你觉得她人长得很漂亮 你也看她化妆化得很认真 但是感觉不好 弯弯的淡淡的像一条铅笔线一样的一条眉毛 你说古代的淑女 宫廷画上的一些美女的形象还是可以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给别人的感觉过分的修饰 不自然 谁的眉毛长成一条线 是 是吧 不大可能 是吧 自然为美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过分的去强调 要给别人的感觉自然而然如此 妆成有却无 化妆完了之后似乎没有化妆一样 有水准 第二个点强调什么 第二个点强调美化 话而言之不是异化 不是标新立异 有一天见到一个女同志 以前见过她 那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动作 我看人是比较注重几个要点 我曾经讲过远看头近看脚 不远不近看中腰 我宁愿我就看到她 熟人 但是总觉得她有点变了 你说哪变了吧 她看不清楚 这女孩子跟我很熟也很大方啊 做服务行业 四海维客人 八方客人都熟悉也很大方啊 就跟我说 说金教授 你认出我来了 我说我认出我来了 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有点变样 我说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变样 他说你觉得我哪变样了 我说不好意思 这儿没别人 但是我不好意思认真看 她说没事 自己人嘛 你大方得看吧 我心里想那谁怕谁啊 看就看呗 我认真地看了她两分钟 还是看不出来哪变了 那女孩很大方 她告诉我 她说你都看不出来吧 我告诉你吧 我把眉毛刮了 她没有眉毛 我就觉得她脸上少点东西 但是你不知道她什么少了 标心的意义 是吧 你说你要是个歌星 你说你要是个球星 这也是她形象的一个特点 不怕服务行业不行 放心 不能够这样 要美化 要符合常人的审美标准 男人男相 女人女相 你服务人员 你女孩子 你画上胡子 你行吗 那断然是不行 不大好 这个不合适 第三要强烈要协调 要注意到整体化妆的各个部位的协调 是吧 比如说个最常识的问题 你的唇彩和你的假彩 有的时候你要说 比如说我们到社交场合去 我们服务岗位上不染假彩 但是我在社交场合 你的唇彩和假彩颜色是一样 是不是比较好看 是吧 再比如 你的唇彩 是不是可以考虑 跟你的衬衫 或者内衣外线的 那个衣领的部分 颜色一样 比如我围个围巾 围个丝巾 是不是丝巾的颜色 跟唇彩一样是比较好看 它有个自然过渡 它连在最近 是吧 我有一天见了一个小姐 她当时美发厅的小姐 当时情有可原的 是吧 唇彩是黑的 手指甲的甲彩是蓝的 脚指甲的甲彩是绿的 我心里感觉有怪 也可能比较老土 见不得这个东西吧 不轮不累 不过她那个职业 倒是允许 她就是吸引别人注意的 是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最后一个点 强调什么 化妆要避人 不能在大厅广众之前发妆 因为化妆是为了 展示自己美啊 我经常跟女孩子讲 男女之间 哪怕是夫妻恋人之间 她也要有个距离啊 你当中被老公 被别人看到 你是怎么美起来 漂亮起来的 你还美吗 所以高明的女孩子 都要注意 不在外人面前化妆 甚至不在你的 那个她面前化妆 要给她始终如一的 完美感觉 不能被她发现 你的know how 你秘密可在 在工作岗位上 你化妆还会给别人 三心二意 用心不专的感觉 在国际交往中 会被别人误会 因为欧美国家 你在公众场合化妆 会被人别人 你是有黄色娘子 君致显大 你搞不好就麻烦 在这里啊 我特别想给我们 服务行业的领导 一个建议 如果你要求 我们的女员工 女性服务人员 去化妆的话 要尽量创造一个机会 给她们一个 较为系统的化妆的学习 你又要求她化妆 她又不化妆 就比较麻烦了 我们很多女孩子化妆属于无师自通 在黑暗中探索 这样就不到好了 你要给她个机会 要教会她化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关键在于教育 也感谢金教授 今天教给了我们 这么多修饰的知识 也让我们上了一堂课 感谢您 谢谢 谢谢